那你公司的现在什么指数 二级 二级 是啊 我只能做一千两百万以下的项目 我这项目 一千两百万的十倍都值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公司 这吃不下来呀 这太大了 那也不一定 我拆出三分之一的 建立木墙给你 这样你应该能勉强建 怎么样 好啊 那可以 你要是真想闻家说的那么优秀 咱们以后肯定成绩活泽 好 周上来我公司 谈点客 好 您 怎么样啊 挺好啊 给了三分之一木墙 还三分之一啊 还咋去 整个项目吃不下来啊 也行 有三分之一够了 对 我也这么觉得 我会好好干的 你放心 嗯 对 他有事找你 帮我拿下 你跟他们打一会儿 安总 别找我 我刚才问问他一下 以杨琪公司现在的资质和实力 根本做不了这个项目 所以我拆出来三分之一的建立木墙给他做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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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要谢谢您 曾经给这次机会 没事 文家 我想问问你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在陪一个事业刚起步的男人一起成长 咱们先不说他能不能成长起来 就算他成功了 他以后真的会感谢你 今天为他做的这一切吗 好 好 太棒了 好 太棒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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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